亚运会蓝蓝今天落下终于帷幕,中国队最终以84比72,战胜伊朗队成功夺冠。 在本次比赛中,中国选手阿布都沙拉姆再次表现超神实力,全场看下20分6个篮板的数据。 作为两届CBAZMVP,丁建宇航在本届亚运会被基于厚望,但是小丁最终并没有打出人们期待的水平,而阿布都却像一匹黑马一样,在本届亚运会脱颖而出,本届亚运会从开始到结束,阿布都一共在四场比赛中。 有过两眼表现,分别是中国VS菲律英的比赛中,五投五中,拿下12分8篮板的数据,中国队VS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中,七投四中,拿下9分11篮板的数据,中国VS印尼的比赛中,八投七中,拿下24分10篮板,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比赛中,11投七中,拿下20分6个篮板的数据。 如今的阿布都只有22岁,可他已经展现出了超强的实力,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,似乎,已经盖过,那已经是NBA球员的周琪和丁燕宇航。 有消息称,已经有NBA球队邀请阿布都,参加NBA季前赛训练营,或许在未来的二到三年,阿布都能像周琪等人一样,他将会凭借自己的努力,正式成为一名NBA球员。 обще估讯